首先,禁得的时候还是很激动,然后能为十万万进球感到很感谢。 赛后很多球迷都在喊名字,又穿五号的球运,是不是感觉跟范之议有一点相似的感觉? 赛后球迷喊名字的话,我觉得他们对我的信任。 然后我希望你们在未来越来越聚用。 你和你的队友,刘若凡上一场他也进球了吗? 这场你也说过什么? 互相之间有鼓励或者清理转? 之前我跟他开玩笑,我说我的进球会在你前面。 然后结果就是又玩了一场。 接下来国庆,你可能有一个更坚重的队友,你准备得怎么样? 现在就是,可能会2号先去一趟,然后回来,然后可能不要再去了。 然后就被展压精彩。 刚才吴指导也说,在下面赛季的风招里面对很多国际的前方表现越来越好,自己有什么样的经验上的收获? 这个还是提前会做一些准备。 看一些外员的官用脚或者调查一些技术特点。 然后再做一些准备。 另外呢,今天我们训练了两个角球。 那是不是在定位球的战术上,针对腐力做了一些获得? 对,在训练中我们定位球,不管是方式还是进攻,都做出了一些安排。 我们现在赢了这场球之后,觉得球队四季场和新军场很大。 那我们现在排名又上升到第八位。 对,这个对我们球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。 不管是世界还是新军方面都是一个很好的提升。 之前好几场比赛,其实在脚球进攻,看到你已经有这个突入进去的吗? 是不是为这个进球也准备了很久了? 这个就是之前在运异球脚球上面也是做出一些就是安排吧。 然后自己就是对这种就是对这种就是希望能定好。 全场球迷在你进球后呼喊你名字这一幕之前有没有想象过? 那之前又想象希望能 但是真正到这个观点再有些目的了。 谢谢